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梳理一下而已 我们可以看到2019年确实是中美脱钩的元年 应该是这个方向上是不会有错的 脱钩就是原来大家在一块绑在一起 现在各国各的也可以用结婚离婚这种方式来比喻 也可以说原来是合作现在转向竞争 有几个方向我看到的方向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一个是利率方向或者说货币政策金融方向上面这里会有一个竞争 的关系 有一个脱钩 这是我们前面一节也说过 然后我们说贸易方向上 科技方向上 人才方向上 这几个方向上 四个方向应该说都在脱钩 或者这个脱钩呢 它不是说往往全全脱 它只是这个合作关系降到了一个最低度 比如说贸易领域 中美还是需要共同合作的 就是这个世界 中美加起来也就是20亿人还不到 那应该说还差蛮多 但是还有剩下55亿人 那这55亿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美的合作 就是中美一起联合提供很多产品 比如说iPhone 那这个iPhone这个产品 它之所以能够这么先进 当然是美国的功劳 它之所以它的价格能如此之低 当然是中国的功劳 如果没有中国的功劳 iPhone的价格可能要翻一倍 至少1.5倍 就算是给它三年的时间 我相信比现在的价格高30%是肯定的 所以这个世界中美能消耗多少的iPhone呢 我相信加起来可能不到50%吧 那剩下的这个世界 其实是有赖于中美的合作的 所以在很多方向上 它要低度的合作 所以我觉得在几个方向上 我们可以排名啊 就是贸易是要有一个低度的合作 然后其次是人才要有一个更低度 可以更低一点的合作 然后科技 大家可能分叉会更厉害一点 然后利率 我们看到现在是分叉的最厉害 这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 我们待会延伸下来说 好 这是我们第一部分 大致的一个小内容 然后第二部分 我们重点说的 要说一下香港跟台湾它的脱钩 香港跟台湾不是 香港跟台湾板的一块 香港跟台湾 我们知道 我前面有一种思路叫做 这个是中国在过去100多年 从鸦片战争开始到现在 台湾的历史 这个香港历史 大家都知道 至少在鸦片战争那个时候 大家是统一的是吧 那往前我们先不追溯了 就是从1840年开始到现在 直到前面 一直到1978年 中国是积贫积落的 基本上面后面49年到78年 名义上是统一的 但是就是有点像苏联那个样子 前苏联或者说像北朝鲜那个样子 我用军国的方式 维持住我不被解体 又很弱 我发展不起来 那怎么办 我就用很极端 甚至说有点变态的方式 就是让我这个国家不解体 可能我觉得78年之前就是这么一个意义 49年之后 实际上中国大陆实际上在很长时间 特别是在最近40年改革开放的时候 它是利用了一些 香港跟台湾很多的优势 就是比如说他们的资本家 他们资本家对市场脉络的把握 市场经验的把握 比如说台湾的郭台铭 香港的李嘉诚 像这两位老先生 他们应该说在很多地方对大陆是有贡献的 比如大陆很多人说 李嘉诚来香港 来大陆直到草地 我经常也说这个是不对的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否认另一个方面 就是他对时代的把握 他对西方价值观 引进中国的这种作用 比如说他对区城市 是吧 这种的布局 这种零售链的布局 那也不错 所以说他也是有正面的地方 就是香港跟台湾实际上是一个桥梁 实际上的话是中美一个比较可以去和解的地方 但我们看到2019年 就在2019年台湾的6月份 6月9号 香港然后出现这样的事情 一直到现在已经是到马上就8月份来了 一个多月过去了 快两个月了 快要两个月的时间 那这是一个就是要怎么走的问题 感觉上是这个样子 那台湾也是有这么一点 就是今年是一个大选 这个准备的时候 那马上就会来一个投票 那到底是蓝银还是绿银 这也是一个大的问题 好 那我第一遍把它说完了 我们第二遍把这里面的一些精细的地方 我把它挑出来再说 就第一遍我们说的就是 中美在利率 在香港台湾 这一类的这种社会治理层面 制度层面会有脱钩 贸易层面要脱钩 科技层面要脱钩 然后人才层面也要脱钩 但是它脱钩的程度不一样 比如我们说贸易领域 它只是脱钩到一个一般的情况 就是还是主体部分还是要合作的 只是降低合作的程度 如果不需要合作 咱们就不合作 如果非要我们合作 我们还是一起合作 比如说家具 是吧 我们欧美的家具可以去越南买 可以去柬埔寨 缅甸买 其实也很好理解 中国很多的林木 也都是从这些国家进口来的 然后进口运到千里条条 运到大陆来做 做完之后 这些石木家具 又运给欧美的这些国家 没必要 直接就在越南做 你这样的话 还被别人说中国大陆到处买木材 是吧 你这样的话其实可以 美国他也愿意降低或者说移回美国 还有就是 这个是不合作的 主体部分是苹果这种 它没有办法签出去 那只能是合作 那么在脱钩上面 主体就是这几个部分 但是有几个要点 我们还是要拿出来多说几句 比如香港台湾这样的问题 它不光是碎片化的问题 还有就是中美在这个世界相互竞争 体制方向上的问题 就是美苏之前争霸 我们知道后期 其实整个过程就发生了体制之争 就中国是跟着苏联走了 东德是跟着苏联走了 北朝鲜是跟着苏联走了 是吧 这个事情 还有一个重点是利率脱钩的问题 当然利率我们之前说过了 利率的话中国现在是扛着不大放水 就是它其实可以再更大规模的放水 实际上美国就在这么做 美国现在这要降息了 实际上美国放水也不会很少很少 就美国它的经济体量按现在来说的话 如果说它去掉工业去掉很多地方 因为它为什么要再工业化 它怕它国家空心化 变成PPT国家 这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说只有高科技也不一定完完全全能行 还要服务一定的工业体系 比较健全一点的 那这个利率的我们之前说了 所以中国是跟美国是不一样的 美国现在是带领了这个世界很多 十几个经济体 十几个超大型经济体都在进行降息 但是中国并没有这么去做 这里应该说是一个脱钩的这么一个现实情况 还有一个我们说的科技领域 中国有一些比较牛的公司 其实屈指可数 华为大疆 那数量不多 但是还可以 大疆的话 这个也是独一无二的一家企业 华为的话 虽然说只有一家 但是它实际上相当于美国的高通 加苹果 加一些公司 加一些小的这种公司 那这么一大类 所以 那美国制裁这几家公司 包括中兴这些 其实中美的科技在未来竞争 会大于合作 所以这种竞争关系 应该在2019年就会很明显 18年的时候 可能把孟晚舟抓起来 那么现在19年呢 就是直接给华为断货 断供了 那这种情况 就是已经是彻彻底底的 里程碑式的这种脱钩分岔了 这个是现实情况 那人才呢 我看到最近有说 在6月份 7月份 美国很多的人才在回中国大陆 也有一些中国大陆 以前出生在大陆的人 去美加 去其他方 国家方向 可能在研究室 研究室就被抓起来了 那这种情况 在未来人才合作上面 可能会有一些 就是相互之间 会有很多顾虑 顾忌 当然它这种脱钩程度 可能不像贸易跟科技 这么明显 它是比较黏乎乎的 就不知道该怎么 这个事情该怎么操作 一方面 美国很希望 引进这个世界最优秀的人才 这个是它伟大的地方 这个也是它制度优越 环境优美 这个资源蜂窝的一个现实情况 那么中国大陆的一些精英 也喜欢去美国在那边待着 所以这个 它是不希望彻彻底底斩断 这个 要不然这个有为 这个国 国本 跟国家的立国资本 是相悖的 但同时又担心中国大陆的能量 不是中国文化圈 它能量很强 比如说打打太极 吃一下中餐 这些东西 跳跳广场舞 这些东西 它实际上 就哪怕是广场舞 这种新式的东西 中国大陆的人 他很容易吸收的快 同意 所以 对很多的这种年纪 比较大点来说 它其实 有时候有点不care 美国 国内如果发展的还可以的话 他会愿意回来 有很多的 我们看最近徐晓东也有做节目说 实际上 我在北京上海遇到有一些人 他就不愿意去别的地方 我就北京上海非常好 我去哪里 我去了之后又不会说阳文 我又 这个不会 那个不会 什么都要重新适应 什么东西 我可以买点进口的 不放心 他有一部分人就是这样想的 而且数量不少 可能还是占多数 你看北京上海的朋友很多就说 东南亚什么地方 欧洲不行 什么 澳洲也就那个样子了 什么这个世界什么地方 我没去过 也就那个样子 我还是北京上海好 真的 这种人挺多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大的人才分叉造成的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相互瞧不起看不上 但是这个事情又不能不争夺 这就是一个一般的了 这个利率方向上要看前面一集 不重点说 现在重点是台湾跟香港这个问题 就是台湾跟香港这个问题 我们一直说中美要走向对方竞争的情况 这样可以缓和一点 同时也不会重演美苏争霸的时候的一些恶性的事件 比如说古巴导弹危机 台海危机 96年的台海危机 这些的话 古巴导弹危机可能会爆发和战争的 台海的话实际上也会造成一些大的冲突 好我们现在重点说回制度脱钩 其实制度脱钩这个事情有一点谈不上 因为中美本来就不一样 中国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说49年以后不往前追溯了 之前也是都是完全跟着西方走也可以这么说 跟苏联走的情况 当时并没有太多的考虑制度优越性的方面 只不过说可能在战略利益上面更倾向于苏联一点 然后就跟着他走了 可能也许是因为party它本身跟苏联关系多一点 这个也是一部分可能 所以种种方面历史原因我们不深究 那么跟着走之后 我们发现走到了七八年自己要改革开放 因为苏联后来关系恶化了 特别是到91年的时候 那么苏联也解体了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已经跟苏联已经脱钩了 在七八年之前跟毛时代就跟苏联就说要 双方就要干起来了 然后七八年的时候自己改革开放也脱钩了一次 苏联再解体 你更是脱钩不知道脱到哪去 我们注意了 脱完之后 中国大陆跟美国这边跟西方的关系 应该说是比较 比较内心里还是说事实上都比较膜拜一点 就是说制度方面我们当然还是觉得自由民主好 这些方向上好也都这么走 但这里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中国大陆40年的经济成长起来之后 情况不一样 就是每个人 你比如说你挣钱了 你觉得情况会有变化 你挣了大钱了 是吧 中国现在是变成第二大经济体 在很多方向上面 是跟七八年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是可以做世界一哥的在一些方向上面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中国对民主的态度 对很多问题的态度 可能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比如说普通的民众 包括一些中国的准经营阶层 经营阶层 统治阶层 他们整个的思路 思维方式都会发生变化 那这个时候跟过去100多年 跟改革开放以来 跟49年以来 这跟这几个时间点以来 其实心态都发生了变化 就是我们对西方这种认可的态度 会发生变化 但这个样子是另一个层面上的脱钩 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国内有一些学者在叫中国模式 是不是 叫的挺凶的 现在也在说这个事情 你问我知不支持 我没有态度 我这个 然后我们看一下 但是我们注意到 他既然能说这么长时间 也得到统治阶层的认可 我说的是学者 我不是说这个party这一块 就学者他首先提出中国模式 那当然中国的统治阶层 很多人就是买账了 但我们注意到中国的普通百姓 普通人买不买账呢 其实我觉得多数还是买账 你看有很多人在马路上特别嚣张 在出来办事的时候特别厉害 特别嚣张 出国的时候特别觉得自己很无所谓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自己他很牛 觉得自己很牛 才会这样很无所谓 什么都不忌惮 这种人就是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就觉得自己日子过得特别好 也有这种公司 也有这种很多的组织 是吧 都会这个样子做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对中国模式的认可 其实是很多层面上都认可的 都认可 如果你都认可 那么你对很多 比如说西方的这种 100多年前以前你的追求 过去的追求 会有发生变化 发生变化 我们就说了 所以说为什么台湾香港的碎片 因为台湾香港 它是游离在中国大陆之外的碎片 中华民族的碎片 就我一直说这种说法 这种碎片它长期是在 一个是在英国广辖下 一个是美国长期以来 就跟台湾关系就是非常好的 所以他们游离在外面 他们是往往不是他们 我们台湾跟香港的朋友 是特别的认可香港 特别的认可美国跟英国的这一套的 但是中国大陆因为发展起来 说实话 多数还是靠自己的 比如说 靠无浪自己的环境 是吧 靠 靠十几个小时 靠996 你自己没有996 你身边有亲戚朋友 在996 你知道别人的钱是怎么挣的 你就是说你自己过得很好 你假日的亲戚也很多穷的 49年 我就不相信七八年以来 你们一家都有钱 肯定都是摸爬滚打出来的 这个时候我会觉得我是靠自己 香港和台湾我是觉得 我是在西方文明体制之下 大家依靠的地方不一样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这种脱钩就很痛苦 但是我们刚才说的 为什么我一面说中国大陆 一面说香港和台湾 是中华民族的碎片 这里是同属一个中华民族 我是听天说 我是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说话 是不是 同属中华民族 这个时候就来了 中华民族这里 在这个地方上就有一个争夺 就是这个制度上的一个争执 那这个香港呢 我还是从收入的角度 从这个贫无分化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 但是我刚才说的这一段就不是了 那就是民族自由的这个角度 是不是 或者说这个发展模式的角度 而这个发展模式的角度 在未来脱钩的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 所以说现在香港和台湾就更加的拧巴 不知道该砸枕 不知道这个 因为原来它是受益于另一套制度 而中国大陆是自己这种模式 这种方式起来的 既然都说这么多了 这个已经是说了很多了 但是我就想再说一点 更刺激一点 就是中美在相互走向对方 我觉得事实上是这样 他们也应该这样 也是这个世界也会更加的和平一点 而且越快会越好 而且冲突会更少 同时对两个国家来说也更好 比如说美国的话不能再对外动武 是吧尽量不要再对外动武 要不然的话你面对中国竞争不过的 搞不赢的 你再试一下看 在中东东下伊朗试一下看 8000万人口 你卷进去试一下 那就不要玩了 是吧 中国大陆我觉得的话 是要对中下层好一点 或者我们说比如说中下层的民主 是不是说可以落实一点点 有些地方就一能一票 你让一个村民跟一个博士去普选的话 确实有一点不合适 但是比如说中国很多村的村民 他现在大学生都走了 甚在村庄里的平均文化程度 也就是初中跟高中 大家水平是差不多的 就是受教育程度差不多 前家家户户 现在除了少数的长级 家里不是很好之外 一般来说也有劳动能力的 都差不多 大家情况差不多 其实是具备一定的条件 比如说北京上海的本身 平均受教育程度也高 是吧 我在这个城市内部 是不是可以考虑大家选一选 让这里有些地方可以有广致的释放一下 可以是不是说往这个方面上考虑一下 所以说我们说脱钩这个东西 说简单一点 是说由之前的一个说法 是要由合作转向竞争 现在有脱钩这样的词 在未来 如果中国大陆力量再继续变得更强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 当然这不是我的期待 不是我的希望 我是他做一个猜测 是不是说有可能变成美苏之间之前那种 直接就在进行一个模式化的竞争 模式化的竞争 这里的话当然要有些地方要分开说 像刚才说的民主问题 中国要底层要有一些低度的民主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要有 但从另一个方面 这个说的话 就是跟国内的有点不一样 是不是 我在美国这个方面 我同样也要打压一下 就是美国不要觉得他那种方式 是适用200多个国家的地区 我上一集没说清楚 其实我的态度应该说也会听得到 就是听得出来 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皇权 有很多的军政府 有很多的宗教领袖在治理国家 这三股力量 我们前面说过了 他跟民选的政府 跟资本家 跟这两股力量就差很多 资本家也好 民选力量也好 他们都是比较正常的力量 他可上可下 你说宗教领袖跟皇族怎么上 怎么下 这个军头 你怎么上怎么下 都是我们家的 都是我的 这种就没法搞 这种实际上往中国这种方式上走 中国不是西方的那种民选 但实际上有一些 我们所谓的红二代这种 但实际上他没有那么铁板一块 没有宗教那么 有一些地方带有一点血腥 带有一点这种更加不可估量 你要说他你要选他 他给你拿出 把一个经书拿出来 你跟他怎么玩 你跟他没法玩 他把经书拿出来 你说你敢藐视我 是不是 你敢藐视我皇族 我可是奉天成语 天子 你跟他怎么扯 没法扯 我说的意思是 有一些国家在局部发展时间 在低收入的时候 国家很小的时候 在地缘政治很复杂的时候 他可能会需要中国比较极权的 这种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 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 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 就美国必须要承认这一点 是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他现在很不愿意去承认这一点 所以我说的是双方要走向对方 就是你可能你不得不接受对方 可能这个世界有一些国家 他要这样去住 可能这个国家很少很小 特别的一点点大 那同样的中国大陆也是 就有一些地方你不要 不是你不要 就是我们不要再搞得那么那么硬气 就是有一些地方可以再软一点 但有些地方可以再硬一点 对吧 不一样该软的地方软 该硬的地方还是要硬 对吧 有一些就是我说的哪些地方该软 我要说的大一点 就叫做我们是不是要局部一点点 有一些地方来一点点民主 我要说的不这么大一点 我就说的按我以前的这种老土的说法 就是中国要对中下层好一点 就是中下层就是收入比较低的 比如说收入月收入 一两千块钱到一万多块钱 两万块钱 这一两千到一两万收入的 都不算特别高 应该说到一万块钱的 一两千到一万块钱的 都不算特别高 一万块钱要看在哪 在小城市就高收入 那你很厉害的 但是在北京上海 如果你又是农村出来的 压力是很大的 这个是我们 而且各方面你要做一个现代人 压力是非常大的 算是比较低收入 就对我们对这样的一个中下层肯定要非常的好 要不然的话 就会你自己对自己人不好 还要被别人骂 你这是不是划不来 所以说要走向对方 所以香港台湾这个问题说起来 这两个地方其实都蛮小 当然中美的本身体量特别大 意味着这个世界未来的走向 双方都不能再那么死倔的是吧 要认可很多的事实情况 美国可能要认识到 必须要认识到 这个世界很多地方 不可能是说一人一票 然后你选一个地方 有两个小州的州长 然后再选上来 再选总统 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小的 三四百万人口的国家 有收入很低的 一两千两三千美元的国家 有的国家像韩国这样的国家 旁边强敌黄寺 像以色列强敌黄寺 旁边全部都适合一人一票 是吧 新加坡也适合一人一票 塞浦路斯也适合一人一票 是不是委内瑞各种国家 我们都要考虑 是不是说有 在至少在一定的阶段 是不是有另一种可能 是不是 中国大陆要考虑另一种 在一些利益可以重新分配的 像村里这里 大家情况差不多的时候 像在北京上海 像比如说深圳 大家都有居民证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考虑说 大家都只有深圳的居民户口 我们把深圳市长给选出来 可以考虑这个样子 他只是一个 我们只是选个市长 对很多的基层官员 有没有新的这种约束方式 好的 我们这集内容大概就说到这里 我们先从中美脱钩开始说起 说到一直说到中美 其实在更大的方向上会有分叉 这种分叉也可以叫脱钩 也可以叫分叉 以后之后是不是说有制度之争 像美术之间原来的这种 会不会往底下往下走 继续深化恶化 这都是有可能的 那我有解决方案 我的解决方案是大家不要死倔 你不要死扛这种东西 是吧 该服卵在大问题上也要服卵 当然这个问题是说开玩笑的 怎么可能服卵呢 我美国怎么可能放弃 我就是靠这个起家的是吧 中国也是 我这个party怎么可能放弃这个利益 要搞直选呢 搞普选呢 是不是 哪怕一点点也不行 也不太好操作 那美国呢 他们的立国资本也都不会变 当然我们希望这样